新婚之夜 费老鬼老公咳咳不停 披着盖头的新娘放肆大笑 如此诡异的一幕 宾客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一样 直到一个白衣男子走了进来 众人才将目光放在了新娘身上 被盯上的新娘邪魅一笑 烛火随之熄灭 周围瞬间变得惨败不堪 新娘纵身一跃飞到屋顶 大手一挥 无数被控制的村民便冲白衣男子而来 徒弟已被吓破胆 男子却表现得很是淡定 从他飘逸的走位不难看出 他就是新医院茅山大师 当然是在梦里 不过很快 他就要梦想成真了 三师兄云玄寒醒沉浸在美梦中的云玲 问他有没有看见自己的 霹雳无敌悬体含冰镜 云玲刚想否认 镜子就从他身上掉了下来 这就干大了 云玄拿起镜子转头就走 云玲连忙提醒他 那个镜子被他右手碰过 会失控的 话音刚落 云玄就被自己的法器冻倒在地 不过就算爬 他也要去参加茅山大师的选拔 因为赢得选拔的人 不仅能成为新医院掌门 还能得到无数修饰梦寐以求的元气单 师傅一声令下 上次比赛脱颖而出的大师兄 二师兄 云玄 开始乱斗 大师兄所使用的武器是一把铜钱剑 看这霸气侧落的外观就知道 他应该是几人中修为最高的 二师兄用的是一双令牌剑 虽然他跟云玄是心灵相通的兄弟 但动起手来 却没有丝毫留情的意思 大师兄功法超群 顺利得到元气单 可就在他身手的那一刻 错用顿符的云玲从天而降 将元气单吸入了体内 果然 实力强的干不过运气好的 一个江湖道士找到茅山 师傅将他种的猪骨之毒一掌拍出 这种毒是东营的一种邪术 凡种此数者 都会变得癫狂不堪 伤害身边的人直到力竭而亡 师傅将几人喊到一边 让他们去江州助百姓脱离苦海 云玲这个耸祸 一听有危险 连忙想要推脱 师傅却告诉他 你现在已经是茅山大士了 你不去谁去呢 况且有几个师兄在 不会出什么事的 云玲还没从喜悦中缓过来 云玄就反驳道 他只是走了狗屎运 真正的茅山大士应该是大师兄 师傅淡淡说道 一切都是天意 随后在众人身上布下一个四项阵法 以防他们遭遇不测 做完这些 师傅将云玲叫到外面 云玲也觉得茅山大士应该是大师兄的 他天生黑气 不能修炼 只要是被他碰过的东西 都会损坏或者失控 一直以来也是被人照顾的角色 如此大任 他怎能担当得起 还不如跟着师傅一起修炼 师傅却告诉他 黑气不一定是灾祸 必要时 他也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况且 自己大陷将至 以后的路 还得他自己走 说完便给了云玲一本元气绝归天去了 次日 云玲跟着师兄来到江州 城里弥漫着雾气 很是圣人 突然 一个白衣女子拿剑冲云玲袭来 云玲还没反应过来 女子就和身后的村民打了起来 村民被控制住后 女子未给了他一颗药丸 村民立马停止了动作 问他是不是全真教的人 女子说他叫青洛 下山历练路过江州 发现这里的百姓中了蛊毒 才留在这儿跟刘将军一起保护百姓 而刘将军为了保护治疗室 和两个装扮奇怪的人打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个刘将军还是有点东西的 竟然只落了一点下风 刘将军被打退的同时 大师兄几人赶到 二师兄和云玄随之出手 云玄用镜子放出无数冰刺 女人一一躲过 二师兄紧跟其后 将他逼到绝境 而那个两面人 也被大师兄打得狼狈不堪 要不是他俩跑得快 非得交代在这儿 两人回到大本营 将当当的情况汇报 给了这个戴面具的 面具男猜测元气单肯定在大师兄身上 不然不可能这么猛 打是打不过 只能智取 白天 云玲查看村民的病情发现 他们脖子上都有一团黑气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猪骨之毒了 如此大规模的中毒 多半是在水源的密集处 大师兄让刘将军带他去水井 云玲和青洛则是被他留了下来 去了也是添乱 还不如在这照看村民 谁知刚到水井 刘将军等一众将士就被困在了外面 一个小女孩走进治疗室 哭着喊着要找娘亲 而他的娘亲却中毒不浅 睁开锁链便想要攻击他 眼看小女孩有危险 云玲一个闪身抱过小女孩 青洛赶紧将他打昏过去 刘将军带着重伤赶了回来 云玲一听大师兄他们生死不明 当即便和青洛跑了出去 水井那边的几人军被控在了幻境中 这种幻境可以将他们内心的邪恶和恐惧无限放大 二师兄看到的是云玄责怪他太软弱 不帮他成为毛山大师不说 还一直拥护云玲 云玄看到的是二师兄对他愧疚难当 拿起令牌想要通过自杀的方式 让云玄不再烦恼 可两人心灵相通 二师兄感受的疼痛 他也感受得到 到了大师兄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照顾师弟们 可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很在意毛山大师的身份的 不过这种在意 还没到伤害师弟的程度 就在几人在幻境中痛苦挣扎的时候 云玲推开门闯了进来 云玲想要邀请他们 轻弱却说千万不要 中了幻术的人如果被强行唤醒 就会经脉禁断 毕生修为毁于一旦 云玲只好先找古毒的所在之地 可就在他将手放在井口上时 一道红光冲天而起 天空中映射出一张鬼脸 将他牢牢控在原地 眼看元气单就要被吸出来 轻弱连忙跑过去帮他 可这依然没用 云玲只能大声呼喊大师兄的名字 幻境中的几人听到云玲有危险 赶紧用法掘暂时恢复清醒 双腿盘地掐出师傅留给他们的四项阵法 对方没想到元气单竟然在云玲身上 此计不成只好再想办法 古毒还有四天 他们必须尽快拿到元气单 唯有元气单才能增强古毒的威力 让他们入住中原 劫后余生的几人都在饭桌上庆祝 轻弱却独自坐在房顶 很是伤感 云玲走到轻弱面前 想要安慰他一番 轻弱却让他走远一点 本着厚脸皮的精神 云玲是你说不 我就认为你想要 几句话便戳到了轻弱的痛处 为了不让云玲发现 扔下他独自飞走了 三个女人被扔到一个房间 脸上满是惊恐 就在他们颤抖个不停的时候 一人被吸了过去 紧接着所有人 都被这只长相丑陋的怪物给吃掉了 而原本归于平静的江州城 也在不久后产生了诸毒大爆发 中毒的人疯狂撕咬着活人 大师兄推测那口毒警 应该不是诸毒的源头 刘将军也告诉几人 近日有数十名女子无故失踪 轻弱走进来说道 他发现那些女子都被带到了乱葬岗 有了具体位置 众人立马启程来到乱葬岗 然而还没见到敌人呢 云林和轻弱就被吸了进去 云林在黑暗中 喊着轻弱的名字不断摸索 没想到轻弱竟然带着此前 跟他们交手过的东营忍者走了出来 云林一脸懵的同时 轻弱也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东营傀儡师 左和子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找元气丹 提升法力 控制中原的人让他们自相残杀 以此来达到他们东营攻克中原的手段 百姓中的诸毒 受伤去茅山的道士 都是他所操控的 为的就是让元气丹离开茅山 说完轻弱便大手一挥 将元气丹拿了出来 失去利用价值的云林被他扔了出去 大师兄几人健壮 连忙摆好架势 可普通的攻击却伤不了他分毫 几人只好先解决这几个小弟 二师兄和云璇对上这两人 本来毫无压力 可内的拿二胡的却突然出手 用幻术干扰他们 这样一来 两人便无法专心对付他们 双双败下阵来 二师兄为了救云璇 用生命放出大招 两人被解决的一瞬间 二师兄也倒了下去 愤怒难当的大师兄 找到那个用幻术的 起先二人还平分秋色 但随着大师兄用出更高深的攻法 二胡男便开始感到乏力 很快就被打败了 大师兄对着轻弱用出法诀 轻弱却操控那个怪物 一下将法诀破解 形势窘迫 云璇只好丢下二师兄 跑过去用镜子挡住怪物 带着两人顿走 身负重伤的大师兄 让云璇赶紧去帮助百姓 云璇离开后 大师兄将一身修为 全部传给了云璃 云璃来到意识深处 师父告诉他 黑气拥有比元气单 更恐怖的力量 他只是缺一个 控制黑气的时机 而现在便是 控制黑气的最佳机会 合着大师兄不把修为给他 他就永远成不了 茅山大师呗 可怜我大师兄 哀悼一秒钟表示惋惜 成为茅山大师的云璃 找到轻弱 云璃劝他早日回头 轻弱却不肯听 他的童年注定了他的悲剧 他只能顺水推舟 说叫无意 只能动手解决了 云璃召唤出四项的力量 随后将他们合为一体 高高跃起 怪物和轻弱被这一下打得烟消云散 随着他们消失 村民的鼓毒也解开了 而云璃也终于在这一刻 承认了云璃毛山大师的身份 看着其乐融融的景象 我很想说一句 就没有人为大师兄和二师兄发生吗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 作为一部网大电影 制作水平还是可以 特效跟得上 剧本也说得过去 轻弱这个伏笔埋得还是不错的 起初我还以为大师兄是幕后凶手的 大师兄又背锅了 没办法 谁让他那把铜钱剑太帅了 很难不让人注意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我是陶珠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个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